大家好啊 刚刚得到了一个数字啊 是半个小时之前的 确诊和死亡的全球的数字 和这个03年非典的数字的一个比较啊 我简单的用这个算数啊 算了一下啊 除法 这次的疫情 比03年非典可严重的太多了 真的是人类的灾难 大灾难 非典跟这次的疫情比起来 简直是小儿科 绝对的是小屋见大屋啊 截止半个小时之前的数字 全球啊 确诊人数352万多人 这个03年非典的数字啊 公布的是8000人 我们就当这些数字都是真的啊 那么是多少倍呢 440倍 确诊人数是03年的440倍 而这个疫情现在还没结束呢 03年的非典都过去了 这个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死亡数字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死了24万8000人 03年的非典公布出来的啊 根据各国公布的数字 算一块啊 合计的 加总的数字才774人 是多少倍呢 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320.41倍 就算320倍 440倍的确诊 320倍的死亡 这次还没完呢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完 前一段我做了一节目 那会儿 确诊是300多倍 死亡是270多倍 现在又增加了 大家自求多福啊 少出门吧 少挣点钱 没关系的啊 保命要紧 2020年保命要紧 是吧 不知道2021年 主题是什么 最起码今年是保命啊 其他的什么升学啊 就业啊 赚钱啊 往后放一放啊 生命 是100前面那个1 没有了这个1 后边的0 就彻底没意义了 各位保重